斟言第四章第23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如果你数回我们三十年当中 有多少次 每一次都是那一年的如子当中 亦是我人生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但问题是那个冲击当中 神却要我结果自 神却要我在我的信仰当中 去气球营生 去面对这些磨练 但这个磨练当中 这些冲击当中 就好像神要求我回来香港 仍然要保持一个纯全的心 这些考验 是这么多年当中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所以 无乖乎神 预测是借着主要 在十字架上 去作出一个很特别的预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记住 比如在 我们95年的时候 95年的预测 就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 跟加拿大小安家会分裂 都分享过那种痛苦 但是接着96年 96年就是我分享 商养水 然后出现商养水事件 无论我们商养水事件 无论我们拆电 无论我们甚至在99年 在预测的时候 我们首次 我们教会当中 领导阶层的分裂 一个财政 它自己跌倒 甚至尝试去分裂我们教会 一次又一次 这些起不是 都在预测当中发生 而当然 我跟身边的领袖讲起的时候 我说你们 你们就这么多年当中 这些的光景 你顶多就叫做 隔岸观火 我自己就叫做 生寿其害 真是有血有泪 每一次这些事件 如果你说的时候 是樽樽乐道的 但是其实 在当时 最首当其冲 无论是 商养水事件 无论是拆电 无论是教会面对分裂的冲击 事无大小 无论是积极方面 即是我们建电 建电 我们又是在预测的 我们在说十一聚会 又是预测的 我们在说按手礼 又是预测的 即是积极方面 可以说 在那段时间 可以说 我说在那段时间 积极方面 这些在预测发生的 这些事件 无论是第一次署的聚会 你能不能全部 无论是按手礼 十日聚会 书的聚会 第一次 每次都是预测的时间 但那段时间 神针对让我在那段时间 我在事奉当中 努力行真理当中 亦要保守 保持一个行真理的心 是不是 这么多年也是 但相对另一方面 可以说有血有泪 就像钉十字架一样 面对教会的分裂 面对我去分享 湘水事件 竟然受到全香港的 这些传媒的攻击 再加上一大班 敗类的教会去攻击 我说的 一件有一件 这些事件 无论是积极 或者消极方面 两者 都好像真的 類似主耶稣 都在余哲的经历 真是钉死我们的旧人 真是要背起 这个十字架天天 去跟踪身 但是正正就是 好像在余哲一样 余哲因为初熟哲 来的 因为余哲里面其中一个 除了无敲哲 就是初熟哲 就是要将这些刚刚初熟的小物和大物 在神的面前摇一摇 他说初熟的意思 就是第一次 就是新的 整个的丰收当中 最初熟的一批 所以你要看得很有趣 我们整个说的 最余八次当中 第一次我们就在余哲 我们讲的第一次案收礼 第一次的建殿 我们讲的 第一次我们讲阴谋的讯息 讲湘允水 全部都是什么 就是初熟 而事实上这些初熟 不是等于完了就算 就算我们讲的千年重的预备 我们不是一次就算了 我们这些千年重的预备 是接着2012的讯息 这些预备是陆续有利的 但是问题 每一次的第一次 每一次的初熟 神就是命定了我们 在余哲 发生在我们教会 就好像我第一次回来香港一样 其实就是八四年的余哲 当然在今年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分享这篇讯息的时候 其实是六月二十六号 一四年的六月二十六号 在今年的这个时间 已经整整三十年了 即八四年的四月 至到现在 2014年的六月二十六号 整整三十年了 即是宗观呢 神在我身上也好 直到我开始建立石安教会也好 在这么多年里面 如月节都是一个 神让我们面对真是磨练 冲击 而很有趣 在2000年前 门徒都同样 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 里面 一个由大出卖主耶稣基督 另外十一个 都很明显 他们都在我们眼前做了活剧 在他们的如月节的时候 他们发生什么事 我们知道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面对主耶稣基督 这个冲击 主耶稣将会被卖 而钉在十字架 在他们的如月节当中 他们都一样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们内心滴血 而事实上 将要在主耶稣钉完十字架之后 他们要气球营生 他们就要建立这个新约教会 是不是 即是他们都做了一个活剧 给我们看到如月节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在磨练和冲击当中 我们都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结出一个初熟的果子 就算我们面对那个的冲击 是你从来未面对过的 就好像我们这么多年 30年了 没有翻无架了 是不是 连84年的4月回来香港 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 这个30年的步伐 但是问题 看到每一次都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第一次的发生 气球营生的开始 你会看到 再说回 3500年前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当晚他们起不是都会吃这个羔羊 当时他们是怎样的 有没有留意 就是他们第一次 在400年里面 第一次将要出埃及 他们要怎样 要促上腰 他们手拿着杖 他们脚穿着鞋 才可以吃这个羔羊 这个羔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将要气球营生 他们第一次要离开这个围牢之家 去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天路里面 这个天路只是一个开始 他不是一离开埃及就立即 明天就在加拿 不是 在一个开始 他们开始要踏上这个里程张要 向加拿美地进发 他是不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见不见到神 就看每一次的第一次 看成一个 就好像初熟节所预表的 就是初熟的果子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 从死里复活 在圣经里面 都清楚记载 主耶稣基督为 他的众弟兄 成为初熟的果子 在历史上 第一次有人 可以从阴间当中 从死里复活 并且 还可以带了很多 这些二人的灵魂 去到天上的乐园 所以你会看到 不是一个偶然 就是说 我们通常 神所给我们 无论是第一个动力 如果说积极那边 真的有牌忙 无论是建殿 无论是雪的聚会 无论是按手礼 无论是十日聚会 但在另一边 受攻击和磨练 那边 无论我们说的 关于湘水的讯息 无论我们是说 关于跟加拿大教会的分裂 无论我说八四年 现在我们在自传当中 说的四月 我回到香港 看到香港这么黑暗的 一个所谓信仰的光景 或者可以说是信仰的沙漠 这些一定不是偶然的 神所给我们的带领 绝对不是偶然的 就算我和自己的恩师分裂出来 这些全部的时间 事态 也不是我身边的人 可以安排得到这么多 也绝对不是我安排得到这么多 每一件事 我们每一年发生的事情 完全是意想不到大神 他竟然很特别 他的伟大的带领 我们的石安器 不时成为一个活剧 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活剧 但是问题 最特别的是 我想在现在和大家 尝试去分析 就是为什么 神将这么多这些事件 放在如月节 是代表了什么呢 有什么教训给我们知道 而三十年后 今天我们可以从当中 学到一个什么的教训 是让我们保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真言第四章 第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的心 盛个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当你安全的工作 你逃须 他相信 我们的一切 然后 你逃顾 我们的情绪 都会知 多数 为主真光见证 愿我心 跟主每日带领 我可 宣称主的见证 在每天 宣布真理 全让神永远之声 一生要奉情 动人搏性 明雨深深 甘兴起 尚会起天国是明 道中愿 但心已决 为主真光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